欢迎收看打开工况门 我是许仲江 远雄大巨弹安检过不了 北市府上周提出拆弹 或是拆商场的建议 远雄都不接受 双方呛瞎似乎火车要对撞了 经过两天的冷静 远雄希望谈也愿意微调 市府也放软不一定坚持 但是远雄能让步到什么程度 而大巨量还有零权力金的争议 当年的马英九市长是否有徒利之嫌 不过总统府还嗆下北市府 要拿出证据来 而且最近总统府要求各部会宣传政机 说台湾更幸福了 但民众有感觉幸福吗 相关议题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间党立委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亲民党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坤成 总教好 大家我弯 还有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马总统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签下远雄大巨难案 因为免权力金引发各界质疑 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杨石秋爆料 马英九和郝龙斌两任市长 谈的五个BOT案 市府向企业收取的权力金 竟然不到陈水扁任内 一个BOT案的三分之一 他说这个国民党员身为 是相当感到可耻 我们来看VCR 远雄大巨难案争议不断 其中权力金更是一毛钱都不用付 这么好康的事情 让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备受质疑 有国民党前议员杨石秋 跳出来批评 说马英九和郝龙斌 在市长任内谈的五个BOT案 市府所收的权力金 远不如陈水扁任内一件BOT案 马好任内谈的五个BOT案权力金 根据杨石秋提供的资料显示 市府转运站25亿 台北转运站19亿 鸿海三创园区10亿 富邦松山文创13亿 到了远雄大巨蛋案 竟然免收权力金 对照陈水扁当台北市长 谈的第一件BOT案来比较 台北101案收了207亿 马好任内的五大BOT案 加起来67亿 仅占1 3分不到 连身为国民党的前议员 杨石秋都看不下去 如果马好或许没有贪腐 但是你这种错误的政策 让台北市民损失的情形的话 那我觉得说实在 你不是比贪腐更严重 你比较了马英九 郝龙斌的五大BOT案 再看看陈水扁的101的BOT案 你会觉得很尴尬 非常尴尬 非常惭愧 拿过去权力金来比较 是否向财团收的钱 越来越少 让40年党龄的国民党前议员 也跳出来爆料 好我们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套具湘明说的 免费的最贵 不是吗 我想请教委员 如果说这个大巨蛋 零权力金的这个背后 是不是有弊端的这个情况 但现在检调是闻风不动 是不是有马总统在任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当然检调这次的态度 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之前不管是讲所谓政治现金 或是讲所谓三亿难 或一些东西 其实坦白讲 对我看到检调的影子 检调的动作 可是这一次讲到林权力金 以及整个所谓的 这个不管是过去的美和事 建立大巨蛋 或之后还有太极双心的 这个所谓五大弊案的调查 其实都看检调单位不动如山 难道是因为马英九总统 已经定调了说 这个事情监察员已经谈过了 我没有责任 马英九讲的这样子 喊的正天驾响 检调单位投鼠即弃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请柯P已经讲了 说什么 说马英九的青年破功了 这个随着他没有泄密 他只是解密 随着越来解密的事情越多 马英九可能真的 就青年的招牌会破功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大家都在看柯P解密 过去前阵子看维基解密 这是什么国民党的朱立伦 这是什么特定保护的对象 或是这位这些政坛的人士 谁讲了谁的话话 谁背后捅谁一刀 可是那种东西 大家当作茶余饭后 听听就算 可是重点是柯P所解的密 比维基解密更具有爆炸力 所以说过去所谓 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公文 到底马英九跟赵滕雄 在这个大巨弹案的 整个议约过程中见了几次面 之后什么上上记者 上上电视那不算了 但是这个在不管是在市长室 或在远雄 或在其他第三地 到底见了几次面 谈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议约的内容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那马英九就如同 这个台北市银行 富邦一样 富邦并北银一样 事先讲了 这跟富邦的招待所 就吃了几次 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五次 最后每次都讲不清楚 也重伤了他的形象 现在他现在又来一次 而且中间这两个案子 中间的财政局 都写了李树德 所以我觉得其实李树德 也应该出来说清楚 因为他是主要议约人 除非还有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秘密会议 只有马英九跟赵腾雄出席 要不然的话 马英九跟赵腾雄会面 李树德都应该在场 所以我们很希望知道 这个李树德能够告诉我们 到底他陪同马英九去见了赵腾雄 或者陪同马英九会见赵腾雄几次 这部分如果讲不清楚 我觉得其实马英九 这个清廉不要再跟人家谈 总统府每次发表声明都讲说 这个应该相信 请你们提出证据 可是不管是台北市政府的解密的文件 或是民间对于这个马英九的所谓议约 为什么零权利金 为什么还这个所谓的还可以分期付款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这个条件 都为了远雄而改变 楼里摆面积也倒不放宽 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复 所以我觉得其实光是科B所解密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期待马英九或是总统府 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回答 如果回答不出来 你跟人家谈什么清廉呢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 可是说实来就是总统府要求 就是说北市府拿出证据 说实来证据现在就在北市府里头 它可以就一一解密 只是我想请教国陈大哥就说 如果以去年来讲 我们说在黑心友好了 这个大家质疑了这么久 那么当然黑心友好 顶心大家付出代价 检调介入调查 但是这个大据的案 说实在也是讲了这么久的时间 奇怪我们的检调当然是闻风不动 感觉上好像都没有疑问 但问题是这个证据摆出来 现在很明显嘛 大家都看这问题很大 为什么会有零权利益的情形 我在想马英九在当法务部长的时候 全国上上下下觉得他非常清廉 可是自从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让人家感觉也非常清廉 可是最近公文所显现出来啊 看起来似乎有一点不太清廉 那我在想这个大忌惮这个问题啊 大家熏照不鲜 说实在话 今天我看到这整个作法 像前朝到底有没有放水 我个人的感觉 似乎看起来是真的是放水 那我还是鼓励啊 柯市长现在的政府啊 不是不能放纵 虽然前朝放水 但是请柯市长你不能再放纵 所以要把它查清楚 所以你讲过一句话吗 柯市长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政绩到哪边 该移送的就移送 那我现在就请问 现在不管是李树德也好 马市长也好 好市长也好 当然在这个议议的过程 是你马市长的时候 你不是说9月20号见一次面 也没有会议记录啊 一般以马英九过气的习惯 只要跟他见面的东西 他一定身边有人 一定有会议记录可查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又来讲 现在大家不要忘了 他签了9月20号 他可以看一次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他的列签里面 6月份的时候 也见过一次面 所以你到底只见过 9月20号那一次面 那个马照会 或者6月份马照会 有没有成行 你总是要讲清楚啊 这里面的资料也很清楚 6月份 那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到很奇怪 6月份那个时候 都还在议议 议议议都还没有成行 你为什么要事先就开始见面 所以这个你总是也要讲清楚 这样的话 人家对你的青年才会有所感触嘛 那所以我还是呼吁啊 讲清楚说明白 如果你今天还有一点 9月20号的时候 我要问马总统 马市长 请问一下 9月20号 先前你单独跟赵董事长 还有你马市长 跟在密谈 40分钟的时候 请问 你们谈什么 到最后 9月23号以后 才有所共事 你们单独在谈 谈完以后 后面才有十几个人 来共同议议 有一个共事 那你们到底是来谈什么 那我想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马赵会之间 我们可以这个 大概就可以看出 就是说其实当时的 马市长介入非常的深 那只是说 目前的柯市府 他除了让这个 连政委员去调查之外 他是不是可以同时 就让检调去查呢 因为毕竟最后还是 还是得看出来 就是说当中 这个所谓 有没有什么官商勾结的问题 其实我也觉得 应该是两条路线 应该 因为你地检署也好 特征署也好 牵涉到这个部分 大家风风雨雨 指证的这么多 你应该要去查 所以我刚才所质疑了 你们在谈 如果谈公事 没有问题 如果谈对价关系 那当然就要查 所以我还是希望 检调单位 你该查的还是要查 但是柯市府 你掌握到的所有的证据 该移送的就要去移送 到底有没有对价关系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 我们的检调单位 当然要主动侦查 但是我们的这些 连政委员会查出来 有所一意的 该移送的是移送 所以两方面去进行 这样的话 把它插得清清楚楚 没有 我们就还给马英九 一个清白 有 就该办了 就要去办 然后请教昆辰 如果这样看起来 其实这个马 当时的马市府 其实让力是让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块土地 大巨蛋的土地 这个对远雄来讲 他几乎是零土地成本 但是权力金却是零 然后商场又让他盖满 那他回馈机制有什么呢 这看起来是问题很大 我还记得这个我们民进党前发言人许嘉青 在海外讲了一些有关这个阿扁在选举的时候政治献金的事情 回到台湾之后 这检调单位马上去查 就说这个政治献金是不是有问题 特征组马上就去调查了 那现在有关于这个大巨蛋这个事情 那这个柯P或者说这个连政委员会 已经有这么多的资料已经出来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检调单位是已经是脑死还是中风吗 那完全没有对这些已经披露出来的这些证据 分案去做调查 那尤其刚刚中间有提到说 这个大巨蛋还是属于一个BOT的一个工程 那其实大巨蛋这块地这么漂亮 在光复北路那里 那这个让这一个 如果那个大巨蛋是由远雄 他们自己要来盖的话 这个光是土地的成本 就不知道要有多高了 所以这土地成本的话 等于是用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土地 远雄来这边盖大巨蛋 他完全不用任何这个土地的成本 那只是说他们必须要做一个 盖一个大巨蛋出来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履约的保证金 为什么从这个八亿最后降成一亿 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些波折 就是八亿怎么把它降成四亿的 那这个履约还没有完成 为什么从四亿又可以退回三亿 那最后变成一亿 那这些东西 我相信这一个连政委员会 都已经掌握到相当的一个证据 那甚至我们也要知道说 那到底说八亿倒变四亿 然后退回三亿剩下一亿 这中间的流程是怎么样 那到底有没有人中保试囊 那有没有对价关系 那尤其我们看后来这一个大巨蛋 他这个楼地板面积不断地增加 然后他这个商场也不断地增加 那所以说造成说 他楼地板面积也增加了 商场面积也增加了 最后他的空地面积减少了 那也渐渐造成说 这个最近就在谈了说 这个大巨蛋这个逃生有问题 就可能原因就在这里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了解说 中间是不是有这个对价关系 有这个对价关系在 那这个履约保证金 在完全还没有履约的时候 就退完给人家了 这有鬼啊 那一般来讲的话 比如我们市政府 在议会我们要求说 市政府你在跟某某这个厂商 要做这个BOT 那我们就看说分段 分段给这个履约保证金 就是说你有做完这一段了 然后退还你一点 那做完这一段了 退还你一点 那最后一定会有保留下来的 就是说 你如果最后收尾没有收好 或是说有什么其他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扣着你的履约保证金 我可以不用给你啊 可是我看现在这个 这个马英九在当市长的时候 对于这个赵腾雄 他们所给的这些东西 等于是这个欲屈欲求 就是说等于是赵腾雄 要什么东西 那马世傅就给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 这中间的这个对价的关系 然后这个到底这些 履约保证金 现在是不是还是在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公库里面 我觉得都要把它查清楚 这怎么这个钱是从8亿 怎么把它降成一役的 这些都要查清楚 的确我们看到就是说 当时的马世傅 的确是完全几乎是奉送这块地 去让远雄去盖 而且你说所谓的这个安全的 这个避难等等 似乎是摆在最后面的考量 他完全是以远雄的利益为第一优先 商场盖到满 完全没有让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足够的空间 去做所谓的安全跟避难 来人俊 其实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资料 陆陆续续的被抛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让我们其实可以更了解 说整个大巨蛋的案子 虽然我们很多人在讨论说 他是因为想要打棒球或什么的 可是我们在看那么多的东西之后 突然发现一段时间 其实台北市政府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并不是乱搞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讲他不是乱搞呢 我现在手上这么厚的一大跌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 民国九十一年十一月的时候 做的一个叫做大巨蛋的 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 当时合约都还没有出来 都还没有公告之前 他们已经找人家做了这一份 所以他已经先针对这个部分 做了评估之后 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做了评估 他们才开始去建议到说 你应该要 你说评估是远雄做的评估 还是北市府 北市府 他们其实是做的 那你因为这个之后 就还会有这个出来说 所谓的楼地板面积 什么六万一千平或什么 也因此到了这个 你可以看到 就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号的时候 的时候公布了这样的一个 原先的申请须知 那这里面我们其实会觉得 比较有纳闷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都先评估过了 所以当你的评估过了之后 他给你一些建议之后 你就开始在这个地方 做出了你们的建议 那这个里面建议的时候 您刚刚特别所提到的 权利金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他有讲到说 本案没有开发权利金 但是呢 其他营运权利金的部分 这个说 营运权利金的部分 就是按每月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来做寄收 那为什么一直到了 就是到了市政府正式跟远雄签 在九十五年十月三号的时候 所签的这个里面 他却明白了 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对不起 我权利金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你的这个转折在哪里 就是你前面其实都经过评估 而且这个评估是 他已经把他这个收益 全部都算出来 代表什么 代表我每年都要赔钱 因为我大巨蛋 一年要赔一亿多 然后我如果在文艺特区一起做的话 我要赔更多 所以他就建议你说 那我要开放什么 那我的这个权利金的部分 要怎么去做 你已经在这个可惜性评估报告里面 已经先做过一次了 所以我们会很纳闷的 就是说包含李树德的 那个录音档里面 大家都在讲说权利金 如果就按照原来的这个案子的话 其实他应该是说 开发营运权利金 应该要从你每年的这个营收 里面有百分比来寄收 对不对 那既然是百分比 可是远雄的代表 他自己承认 远雄的这个副总 他自己说 我们去见马英九市长的时候 他们原先提出来 是叫做千分之一的回馈金 结果千分之一的时候 他们自己算一算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用回馈的方式 回馈还不是给钱 是说我提供给你什么里长 大家可以来用 门票打几折 然后这个我每年提供你几天 他用这个方式说 我们换算回来说 回馈金这样达到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很了不起 你不要看到一个千就觉得很大 因为你原先的这个案子里面讲 是以百分比来寄收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连政委员他现在查出来说 好当时他们提到千分之一的时候 事实上在九月初的时候 李肃德在当时还是财政局局长 他说什么 他提出要百分之一 突然这一比较 好像是李肃德比较捍卫台北市民的权益 那个时候李肃德他说要百分之一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面之后 从百分之一变成到零 你好歹也接受个千分之一 你连一都没有了 因为我用回馈的方式 我等于什么钱都拿不到 可是我通常都算进去了 而且请再注意一点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过程 是在整个大巨蛋还是一颗蛋的时候 还没有变成马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那个的条件 你后来把它不断的放宽 不断的放宽 比如说你的楼地板面积 从六万一开始再把它往上放 那你是不是增加他很多营收的地方 结果你现在又给他增加营收 那你的权利金为什么不重弹 这个是我们不理解的 也就是说我先不要讲说 他到底有没有鬼 有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开始 那个可行性报告的权利金 就已经是零了嘛 是不是 那当初是谁去定调 可行性评估报 他就是说我按照 我现在盖了一个四万个座位 而且更好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 比如说他盖了一个四万个座位 的大巨蛋 可是他会告诉你说 因为这个我们比较过其他 所以我们大概座位 虽然四万个 但我营收只能算一万个 为什么 因为做不满嘛 那我盖了这么大的一个 结果我在评估报告里面 我都先告诉你说 对不起我只能用一万个 所以他不断去强调远雄 未来可能会赔钱就是了 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里面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他不断的用这个报告 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做 人家如果要做这个的话 是赔钱的 可是更夸张的是什么 你知道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 是谁做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做 徐少游建筑事务所 对不对 结果后来这个事务所 跑去做了 跟谁 跟远雄合作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评估报告 告诉说他会赔钱 对 结果最后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先期计划处 最后来送案了你知道 这谁做了 徐少游建筑事务所 同一个建筑事务所 我自己评估会赔钱 人家找我合伙 我还进去做 那你不觉得这个也很怪吗 对 他完全是看钱在 看谁是出钱老板做 你前面都已经告诉自己评估说 是会赔的 就是已经会赔 今天说 做这件事 我跟你说你现在评估那个会赔 来了我们一起来做 那你都已经知道会赔了 你还要进去做 这不是很瞎吗 结果对不起 这瞎的事情就在这里 先期计划书里面 还真的还是 他们自己做的 有人家佛心来着 只是如果说 当初是让步成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说 换成科士府 两台这个火车好像上礼拜要对撞 那现在有可能就说 远雄会让步到多少吗 我请教委员 我觉得其实远雄之前 大家有一点那种 色力内人 前去后攻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 我这个一片墙都不让你拆 后来说可以微调了 后来说大家来谈谈 那谈谈会谈出什么样 就看你到底有多少时间 在谈判的过程中 就看你有多少实力 我们希望说 柯市府这个时候一定要硬起来 硬起来不要说 人家找你来谈谈 另替一个密室 可是柯市府现在看起来放软了 他说一个月你赶快提替代方案 因为这个部分是柯市府认为 安检不及格 他提出你只有这两条路 这是我提出的 那你远雄的底线要出来 远雄的底线出来 跟柯市府的底线出来 大家再来谈 而且这个谈不能够密室 所谓不能够密室的时候 不是说不能够关门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你带下录影录音 到时候如果出了事情 会被人家质疑 说你们中间有什么事情 都要把录影带放出来 组织稿写出来 就没话讲了 但是我们比较在意的是 当初马市府为什么 每次都在跟人家议约的过程中 当初台北市营跟富邦也 在议约的过程中 就跟人家吃鱼吃宴 议约出来 然后就你看 那时候已经被人家质疑过很多次 台北市府当初购入的航产 都是以没有重新建价 都是以购入的价值来买 还有台北市营本身所有的土地 那个土地也是以非常低的价格 然后就如同这个美和式也一样 那个焦酒也是一样 焦酒为了要盖一个 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就这个所谓的真的转运站 交通车只有9% 马市府为什么常常都弄出这种 让人家觉得说是上权入地 割地赔款的这种感觉 我现在看起来柯市府 万一说态度为放软 虽然说上礼拜大家都喊得很大声 喊得很凶 可是到最后呢 又放软了是不是 来 其实以柯文哲 他的行事风格 表面上他是一进一退的作法 但是我们不能去质疑柯文哲 他的坚定就是 市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现在很简单 他安全的部分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量体够大 可是这个量体够大的部分 其实都不是柯文哲的手上 也就是你马英九 郝龙斌的手上 让他变变变变变 好像孙悟空72变 什么9万多 会变到14万多 那当然 因为远雄他讲 这个楼地板 跟整个量体的计算方式不一样 没有差那么多 差几十万平 所以我认为远雄他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没事讲说 我是在做大鸡蛋 我是在做 以慈善家的方式在做这个 是这样吗 他那种强硬的态度 以及罔顾人命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一道墙也不拆 这个什么 你要这样 叫我这样做 你就实价买回 怎么买回 可是我看这次的 这种台北市政府 两个副市长表现就很好 像林青龙他就讲 你要拿出良心来 没有公安就没有盈印 他很坚持 所以不要罔顾人命 或拿出良心 这个都很强硬 来 邓家居 他不是说你350亿来 给我买回吗 邓家居说 只有接收接管的问题 只有拆污还地的问题 是没有赎回的问题 这是很明确的 所以我认为 两方最后会有一种 做适度的推浪 我们也很乐意见到 最后的目的 不管怎么样去推浪 是以大忌惮的安全为中值 那我们也很乐意看到 但是这两个量提过大 一个是拆忌惮 一个是拆商场 你总是市政府 你不能去改变嘛 这两个是牵涉到公安 是你公安体检小组 所做出来的 你怎么退浪 你怎么改进 就要看你眼熊了 你怎么做到最后 我才是 这个忌惮是安全的 市政府才会去接受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市政府绝对不能 软啪啪地软下去 来 任俊 你要补充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市政府 当然你如果要站在 捍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支持 但是我觉得 台北市政府要搞清楚 自己的角色 你现在到底是一个市政府 一个官署的角色 还是你是当事人 我觉得现在大家 会错乱这一点 我想中江刚的问题 是在这个 你前面先讲说 好 我因为安检不过 这个时候你是一个高度 就是我是一个官署 所以我说你在这个部分 安检不过 可是如果按照你是官署 这个态度来讲 应该就是 那你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案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次的安检 然后如果能够符合 这个我安检的结果 那基本上 安检起头 安检结束 对 就是你就是一个 完完全全市政府的高度 我觉得大家没有意见 但是你在提出说 我认为你的安检 没过的同时 我就只给你两条路走 那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换成 是一个当事人角色 就是我跟你签 那这时候我对你的东西不满意 我觉得你应该照我的意思做 那这里面 就会让大家有一些解读的空间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到 外界质疑说 你为什么柯文哲 你们这个台北市政府 一开始都喊得很硬 好像非二选一 没有的话就是要接管 要接管之后 要不然就是财务环境 话都讲完了 突然隔了两天 不然也可以谈 我们也可以让你讨 第三方案 第四方案都可以 甚至讲到说 还可以讨价还价四个字 我不知道媒体 因为有报道说 那大家的观感都会说 你不是说得很厉害 那你这样感觉你的安全 是不是就可以打出 安全是不能讨价 所以我就说 你要就是市政府的角色 我高度就在这个地方 你这时候你要跳出去 你不可以说 我又要当市政府 我又要当业者 我又要干嘛干嘛 那这样子真的会让你以后 你看很多次在跟原球谈谈过 莫利是可以讨价 但安全不行 对 因为你安全 在第三 第四方案 那感觉你这个安全根本就是 我认为就是角色的扮演 没有扮演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是 来 昆陈 因为当初这一个柯P 他们就提出两个方法 就是说你不是猜巨蛋 就是猜商场 会让外界觉得说 好像他们开了这么多的会议 然后就是只有这两个方法 那今天你突然冒出来说 那远雄也可以提案来 第三 第四个方案 那大家会怀疑说 那是不是当初这个市府 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 除了这两个方案之外 还有其他方案 等待这个远雄来提 可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那个柯P的性格 可以有点像以前阿扁当社长的时候 这个先冲突 然后妥协 然后再进步 可是这东西 在讲政治的东西可以 你在讲公安的时候不行 大家已经觉得说 这个公安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柯斯福有在讲说 这个没有公安就没有营运 那如果说当初已经讲了说 就是这两个东西 你必须要这个二选一的话 那现在大家也质疑说 那第三 第四个方案 难道对于这个公安这方面的话 不会有打任何折扣吗 那为什么让这个远雄 还可以提第三 第四个方案 如果当初柯P 他们觉得说还有其他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就应该大家 就不要把话讲死 就是说好 我们有我们的方案 那远雄有远雄的方案 大家一起来谈 不是说我已经谈好了 就只有这两个方案 那结果隔了几天就说 那你有其他方案 可以来提看看吗 那大家会怀疑 因为公安其实是不能打折扣的 的确 好 有关这个 就是说这个大巨蛋 大巨蛋案 当然就是说各方目前都在 所谓的善后阶段 那只是说我们要追本溯源 那么当初签约的这个马市府 到底是有没有所谓的司法图例的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有关马总统 他执政七年了 那么最近呢 他也要求行政部门 要宣传所谓的这个执政七年 台湾更幸福 问题是大家觉得有更幸福吗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马总统执政七年 大家有觉得更幸福吗 总统府最近要求这个行政各部会单位 要宣传执政七年 台湾更幸福 那么施政的要点呢 包括我们来看 这个犯罪象破案生 治安稳定 加强这个酒驾的取缔 再来是活路外交 免签扩大到140国 还有力挺青年创业 迈向千万观光大国 以及花东铁路电气化 还有基本工资连五涨 再来是经济稳健 失业率大幅降低 好 我们看到就是 马政府要宣传的 这个幸福施政要点 那只是这个执政要点 大家有感受吗 民众相信吗 我想请教委员 尤其在这个去年129 也才选完嘛 大家用这个选票 就已经判了这个国民党的 这几年来的这个施政成绩 那问题是 马总统还要宣传 这样子的这个幸福施政吗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常常讲说 有时候啦 也会批评因为一些 具体的案例 去批评马总统怎么像 禁会地一样 何不食肉糜 所以一个便当吃不够 学生说 总统我吃不饱 总统说那再吃两个啊 那常常有时候批评 那过去曾经有这个评论家说 马总统有点像崇祯皇帝一样 自己这样子 可是不管如何 都没有像这次那么扯 大家看一下 这是北韩版的幸福指数 你知道北韩也说他很幸福 所以他编了一个幸福指数 他是第二名 美国是最后一名 第一名是中国大陆 北韩是第二名 他不还是讲说自己第一名 那马总统有点像是吧 说大家都已经很生气了 结果马总统说 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很幸福 对不起 总统你是要灌迷汤吗 你是要麻 用麻药麻醉自己呢 还是一定要催眠 说告诉我们自己 每天都说很幸福很幸福 事实上到底幸不幸福 我们薪资倒退到16年前 实质薪资所得 倒退到16年前 然后633跳票不说 这个过去我们的房价 涨得那么高 我觉得其实老百姓 已经用选票表明了说 他到底幸不幸福 这是很清楚的 我记得雷根跟卡特在选的时候 雷根是共同党 卡特是民主党 卡特是现任总统 雷根就问选民说 选民你觉得你比4年前幸福吗 结果美国选民就用选票 告诉雷根这个答案 事实上卡特过去执政4年 是不够幸福的 所以说用选票把他淘汰掉 那马总统现在还要在执政 最后剩9个月 不是剩3年5年 剩9个月 你要告诉大家 我们很幸福 这个钱 我觉得其实我们负债 有那么多 如果说行政院各部会 他在筹预算 筹个几千万 来印制小册子 或是拍广告 或是做的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这部分 让民众只有反感更多 只有怒火更胜 现在唯一可以 可以让我们觉得幸福一点 就搞不好 马总统你早点下来 我们会觉得幸福一点 那我请教国陈大哥 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民意的这个反弹 难道马政府完全没有感觉吗 他还要去宣传 所谓他的幸福施政 有啦 马政府执政之下的 有9%的是感觉幸福的 那91%是感觉不幸福的 为什么 因为他民调只有9% 所以那9%的人 支持他的人 都感觉很幸福 可是马总统 91%的人是不幸福 如果真的 你如果是感觉到 91%的人都感觉到很幸福 那我现在问你 你民不聊生 你真的你看到了吗 还有薪资倒退 你看到了吗 勞工要工作 找不到工作 毕业就失业 请问我结婚以后 不敢生小孩 幸福吗 还有 高油店双帐 高房价 谁买得起 大家都幸福吗 你去问问这些人 将心比心 有感同身受 你才会发现 如果你做得很好 大家感觉到很幸福 我们就会唱一首 你幸福吗 你快乐吗 那大家 就会跟你讲 我很快乐 不需要你用 政令先导的方式 去强调说 大家都很幸福 我知道你很幸福 但是百姓一点都不幸福 所以你如果做得很好 不需要用政策宣导 去宣导说 你在执政的时候 大家很幸福 可是马总统 我要告诉你 真的 我们再做示威 你问一下 没有一个幸福的 只有你幸福 的确 说实在这个在1.29之后 其实民意已经表达了 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现在日子是很苦 但是 马政府似乎还不知道 如果说 马政府他的这个施政 的确很好的话 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多如过疆之际 大家都要出来选 怎么奇怪 他们总统候选人 还是难产 其实去年11月29 国民党大败 马英九也不觉得说 是国民党的问题 他觉得说 是国民党有好多好的政策 是百姓不知道的 是大家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多加一些宣传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好像后来 他们觉得说 这个婉君很厉害 所以还叫这个行政院 要去跟这个婉君上课 然后多了解一下 这个婉君的这些想法 然后这个发言人 还弄了一台 这个等于是直接 跟选民互动的 这个东西 就发现说 那如果还要再推出这个所谓的 这个幸福这个手册来讲的话 发现说 这些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说 这个民众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就是说 就像中江讲的 如果大家觉得很幸福 只是说不知道说 为什么哪里 政府做哪些东西 我不知道 那其实国民党做了很多东西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国民党 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应该是每个人 都是当人不让 因为国民党做得这么好 这个接下来 这个2016 一定是国民党继续在执政 这个马英九做得这么好 让全民这么幸福 那大家一定 抢得出来要来选总统 那结果 看这个现况不是 只有一个人领表 那其他想选的 又不敢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 还要让大家觉得说 你觉得我们幸福吗 我觉得马英九 真的是跟民众脱节了 就好像他有一次觉得 大学生说 他们很闷 那这个马英九竟然说 谁闷 闷得跟我讲 我跟他讲说 告诉我 哪里闷 完全跟民众都脱节了 国民党他现在有人要出来选总统 不说没有 只是说民调高低与否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早上 那么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已经正式的开放领表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是抢投降 早上就到党中央领表 喊出改变 从我参选开始 更强调自己参选 是来真的 不接受任何的密室协商 是要选到底的 而另一位的可能人选 是立法院长王金平 面对基层 劝劲声浪不断呢 他亦有所指的说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来看VCR 立法院长洪秀柱一下车 就被支持者团团包围 加油声中他到党中央 抢下2016总统大选 党内初选领表的投降 秀出200万收据 小辣椒用行动证明 他参选是来真的 改变就从洪秀柱参与 总统党内初选的 这一刻开始好不好 好 我从基层来 我当然是一块砖 没有基层的砖 哪来这栋大楼 对不对 对 那一块砖 是定方位 定方向 定地基的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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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长王金平 面对青商会劝劲 还是没有松口 不过传出基层 已经展开联署 希望他更上一层楼 有一些热心的朋友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您有可能吗 我现在不知道 还在考虑 再说吧 好 好 不用吧 该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 讲的比较好 你要什么 比较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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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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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过度联想 好 我们看到如果国民党呢 在马政府 这个七年的执政下 如果执政得很好 那说实在 今天的总统参选的呢 应该是会很好选的 我想请教这个任俊 那么这个国民党的初选机制 所谓的民调三层去防砖 有人说是卡红袖柱 你觉得合理吗 没有 当然因为过往 国民党在这种大型的选举当中 一定是经过协调之后 推出一组人选嘛 然后这边中场会啊什么的 大家讲完之后 拍拍手这样就过去了 不会有那种初选大家一起竞争的 那对朱立伦来讲 我认为他现在要营造一个氛围 就是说虽然 他现在已经表态说他不选 就我们先姑且信以为真 就说如果他在不选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他会希望让国民党 呈现出一个态势 就是说 好那大家以前都讲说 国民党是公廷大戏 然后深宫内院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走过 这个所谓的民主的机制 那先透过所谓的七成的民调 然后三成党员的方式 事实上在这个在之前 你也记得有国民党立委提出 希望用干脆敢用全民调好了 连党员都不要 但朱立伦丢不起这一块 所以他到最后定出了 这样一个游戏的规则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即便是 因为洪秀柱其实他今天起保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意思是说 在更早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有人私下在帮他做一些联署 可是联署的这件事情 其实有学问你知道吗 当年马英九跟那个谢坤宏 两个人在要选党主席的 这件事情上面 你知道联署缴保政经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 拿到党员名册 然后拿到党员名册之后 你才能拿着这个党员名册去联署 所以你都是照着那个名册走 你知道谢坤宏交了两万份 左右的联署书 到最后被打到只剩几千份有效 其他的通通都不算数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连领表拿回来的名册 都有问题 因为有些是没交党费的 对然后再回来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你先联署 先起跑 我到最后才领表 我跟你讲那也有没干 为什么 因为你到最后联署 我只要跟你讲对不起 我们这次的联署表格 上面应该写是2016 可能数字2016或大写2016 对不起 你这个表格不一样 联署不算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红秀柱他 我认为因为现在基层有一些 我们确实想要包含一些军方的人 是有在帮红秀柱 开始在跑这个联署了 那我认为接下来就是说 今天有意要参举 他也不会拖太晚 除非他先A到那个表格 然后才开始跑 因为他确实是有一个联署的 这个期限 不过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话题 就是有马总统这边 亲自来告诉大家讲说 其实你们是很幸福的 这我套一句话 有点瞎 我觉得瞎的意思就是说 幸不幸福 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 各自的这个观感的问题 那居然有一个执政者来告诉我们 好像是说 那个感觉上好像是 你们这些人身在福中不知无 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 还要我来提醒你说你是幸福 其实有没有幸福 我觉得从才刚结束完的五个月前的选举 大概国民党心里有个数 所以这时候与其去宣传说大家是幸福的 我倒觉得这个倒可以省一下 省一下意思就是说 你干脆从现在开始努力 你努力半年 努力九个月之后 你再回来问大家 你觉得你有没有比这个时间 有没有比五个月前 比六个月前幸福 我觉得民众那时候感受会更强烈 那个时候给你的答案 才会是最真实 没有必要花那些预算或干嘛 只是为了宣传 告诉大家讲说 其实你们很幸福 这个事情其实我老实讲 还蛮蠢的 的确其实我想 其实马政府他的这个思维 说实在 已经完全跟不上整个社会的潮流 跟脉动了 说实在选民 照理说应该是用选票 去把它淘汰掉了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一直出不来 其实就在于整个执政七年 导致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嘛 我们看到就说 民调是不是三成 或说他的机制是不是合不合理 说实在 这是国民党自己的家务事 但问题是 国民党自己的体质必须改变 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民主 你选出来的人 才有可能去尊重民主嘛 我想请教委员就说 如果说国民党到现在 还是在等一个轮 所谓的那个朱利轮是不是 对 那其他人要选 难道都不是一个民意的表现吗 对啊 我觉得其实 这个刚刚人去讲 对了 就是说 我们到底怀疑 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这个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 他到底是一个幸福的权势者 还是不幸福的制造者 我相信是不幸福的制造者吧 今天如果说马英九的执政 做了那么好的话 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就没有人 就大家都 都不会有人说争相 跟他切割 划清界限 然后讲一句说 讲一句马英九 选投给谁就是支持马英九 或支持谁就等于跳投马英九 这样让大家那些候选人非常尴尬 非常这个情何以堪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不是马英九执政那么烂的话 他就不需要为了五合一 这个败选 九合一败选 来辞党主席嘛 他这东西没有办法理解吗 难道还故意那种强颜欢笑 他在那边讲说 好像不知金系是何系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 真的很伤脑筋 不过我想提的是 刚刚任杰原讲说 军方也帮洪副院长 不知道是不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军方帮这个 介入国民党的初选的话 真的让人觉得说 军方打仗不行 但是介入党争 政争是满在行的 过去黄复兴党部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也报导说 没有什么租配 只有租什么配 那请问黄复兴现在怎么办 朱不选了 朱立文不选了 那你要怎么配 那怎么样下台阶呢 所以我总觉得 其实国民党这样子弄来弄去 我们直接想到 是什么 那如果王金平要选 如果洪秀柱要选 那5月16号 要开始登记 就是说联署结束 5月17 18开始登记 登记完了 然后开始启动初选机制 到6 7月间 拜托 那我们立法院院长 副院长都选总统 立法院院会怎么办 所以我们倒觉得 其实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说黄院长也好 洪副院长也好 或是国民党 这些滚滚猪公们 人才济济们 赶快决定一个机制 你们越晚决定 对我们一朗来讲越好 你们慢慢自己去乱 可是我觉得 对国家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说 你们赶快 不要再玩这种宫廷剧 不要再玩这种劝禁剧 不要再替朱立文 找借口讲理由 你看大家对朱立文 他什么心情不好 说他讲的场合不算 应该正式的场合 他如果不选 我们要征召他 都一直要这样子来弄 真的让他觉得说 整国民党 你真的要有点稚气 好好做 的确我想请到国政大和 就是说国民党的体制 说实在 真的是应该要改变一下 再这样子说 再去等一个轮 那再来就说 刚刚任君也说了 如果说洪秀柱 是用军方是在 帮忙在连署等等 那说实在 那王金平也要选 那王金平的这个本土色彩 搞不好这个票还比洪秀柱还多 国民党如果会改啊 就不会 11月29号那种惨败 惨败以后 他还背离民意 说实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啊 他是这几年 这七年来 马英九还在问人家信不信无 执政不加是一个事实 另外 你的庞大党产也是你的包袱 另外一个 你在做什么事情 是背倒 那个 那个违背民意 民心事变你都不晓得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国民党有这么热闹 这个我们洪秀柱啊 副院长他去领表 这是好事 我站在我 我一个旁观者来讲 我认为民进党 人家都已经赛跑 已经开跑了 你国民党现在受伤以后 还让给人家 30公尺 你才要来起跑 我认为 这个输的局面很大 可是 洪秀柱今天去领表 这个会刺激国民党 这种向心力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肯定他 可是不要忘了 他虽然有冲劲有干劲 但是他是没有支援的 王金平现在脑模胜壮 虽然 他在政界里面没敌人 只有朋友 但是到现在还不表态啊 所以我认为 到底马英九 会不会让王金平嫌 也是一个负数 另外吴敦毅 他虽然心里面 马英九很熟悉 可是请不要忘了 投给 吴敦毅是投给马英九 他就连机会都没有 可是现在 5月16号朱立伦还讲 我发信的回答 之后还有一个什么 主客观环境的辨识 所以5月16号 我才跟大家报告清楚 所以从国民党这种 只有参选总统 你不要什么理由 我登记就是登记 有这种gas 有这种干劲 有这种理想 有这种霸富 我为国民党来打 打这个天下 这是很好的 可是我认为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执政不加所影响 所以这些人 他会顾虑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还是认为 国民党 你现在是执政党 你的总统候选人 是牵涉到台湾人民 未来选总统的时候 我是要选择检验蔡英文 或者选择检验你国民党 任何一个候选人 请你不要忘记 第三势力也可以推人 所以你再这样拖下去 第三势力 大家引起公分的时候 第三势力 搞不好 还另外有一批人出来 那你国民党就惨了 的确 现在2015年了 国民党如果 还在搞这种 用宫廷系 想要去拱住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说实在 对整个台湾民主制度来讲 是一大的讽刺 我想坤城在回应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国民党总统初选 今天开放领表 那么洪秀柱呢 是第一个去领表 那么我想请教坤城鑫 当然现在似乎媒体 或者说国民党基层 还在期待等一个轮 喝咖啡 但说实在 这样的一个气氛 一个氛围 对洪秀柱来讲 或者说其他的 国民党内想要参与总统的人 虽然是情何以堪 对啊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其实都不好 尤其上次这个 我们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还觉得说 这个朱立伦在陷入参考 这个要不要来选总统 结果没想到 这个隔天 朱立伦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他不参选2016 这样可以了吧 那我觉得 这种讲法 让人觉得说 好像是这个 有点是小孩子 在耍脾气 就说你每天一直问 我要不要选 那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不参选2016 可以了吧 那觉得 当然这不是很正式的场合 而且讲的那种态度 也不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甚至有可能是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你怎么在这种 非正式的讲和讲 这种好像是气话 所以这些拱朱派的这些立委 就马上就说 这个场所不对啦 偶发信花也 对啊 这个偶发信的 这个临时的 那可能不是他真正心里面 真正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样子 再拖下去 其实对朱立伦有伤 然后对国民党 其他有意要参选人 也有伤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朱立伦才是真正的是一军 因为他民调最高 然后一直要拱他出来 那结果说 他如果真的到5月16号 他说他不选了 那好像现在台面上要选了 好像都是俄军嘛 那现在其实 国民党的这个气势 是在走下坡的 那他当然希望说 一个名气比较高的 这一个朱立伦能够起来嘛 那如果说他就没有 一军不来了 那现在是俄军来参选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国民党是不是真的 没有人才了 只剩下这一个俄军 那不管这个俄军 是王金平洪秀柱 还是吴敦毅 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 那不是恭喜你们两位吗 就觉得国民党 好像是为战先败嘛 那可是我觉得说 其实朱立伦在处理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 这个我不晓得 他内心的思考的 这个程序是怎么样 可是就我们这个 新北市议员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他是非常不尊重 新北市议会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议会 也问了这个 朱立伦也问了好几次 他就是不肯讲 他就讲说做好啊做满 那其实这个东西 都很tricky 他做满 圆满也是满啊 不是说做完四年才是满啊 做个圆满也是啊 或许他也说 这以后当这个总统 对新北市市民也贡献更多 更圆满之类等等的 可是他今天在一个 在外面的一个场合 也不是说在议会 咨询的时候再问他 他就是说 那我不参选2016 可以了吧 那这个礼拜三是 这个新北市议会的开议了 那这个朱立伦会来做 这个实证报告 想必你们会继续问 对我们想 这个要在非常正式的场合 因为我们是民选的 他还是民选的 你如果有任何的决定 而且这个决定 是非常重大的决定 应该是在议会 要好好的讲清楚 就是说你到底 要不要来参选 这一个2016年的总统 因为这关系到说 我们实证报告 要不要让你上台 那后来这个 实证总统群 你要不要来上台 那还有更重要的 你在议会 在定期会 在开业期间 你弄了一个主席会 弄了一个国共论坛 这其实对我们 民进党议会 对不是民进党议会 对整个新北市议会来讲 也是非常不尊重的 那你觉得如果说 记者在当时 访问的时候 问了朱立伦 他说不选 那说实在 那在新北市议会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 正式的宣布呢 对啊 那我们也可以正式的宣布 就是说好 那你就真的 你就来议会 好好的说清楚 你党主席 跟这个总统 市长 你就做一个决定 你如果 你要接党主席 那要去国共论坛 要去主席会 新北市议会讲 够正式的吧 来人俊 那对国民党基层 是不是也可以断了这条心 人家就不选嘛 你是不是一直拱半天 当然朱立伦讲 不选这件事 不是第一次 你如果进去看他 那个参选党主席的 那个声明里面 他就有讲到说他不选 他会把他做好做满 那只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现在大会在 这个地方上面做完 是因为朱立伦的态度 你如果今天 在国民党在公告 这个所谓总统的 这些参选 这个时辰表 其实你一个党主席的声明 我就可以在这边 正式的宣布说 我今天把这个起程 我觉得一定是很大 我今天谁是个人 可以 Valmon 你的Q.com 这个可以张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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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